你看这些不都挺好看的吗 你一件都没开伤啊 没有 怎么了 你不是喜欢那件大衣吗 要不咱们试试去啊 我今天又觉得不好看了 我可给你机会了 可别怪我没主动啊 你卡放我这儿我下回买 我好像没戴啊 人人不都说了吗 陪女朋友逛街最主要的就是重在参与 是不是 下气 别动 怎么去你那儿了呀 说好 怎么了 有心事啊 如果啊 如果你最好的朋友跳槽到竞争对手那里 你会告诉你现在老板吗 这得看你跟你那朋友什么关系了 不会降雨啊 不会降雨啊 他要去方静呢 你说我告不告诉林总啊 这 就得你自己考虑了 是站在你朋友那边 还是站在老板那边 好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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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乖 喂 林总 您在家吗 我在外面 有急事吗 我们组报销单子 今天忘找您签字了 我怕经理骂我所以 路过您家就 明天早上拿给我吧 你跟小玉的关系 她会骂你吗 对不起啊 不好意思 打扰您了 林总 刚工作一个月就出差 以后又没意见啊 丈母娘要求高没办法 不拼不行啊 老大 你怎么喝这个呀 我就是开车了 你自己喝 老大 这次出差主要是见你 什么事 我觉得这事 必须当面提醒你 大事啊 神神秘秘的 听说公司的墙头草 都占对方静 他自己放出风嘛 说他总不有大背景 不用担心 舒总还是支持我的 不止这些 还有什么 他在挖你的人 你最得力的干将 张晓鱼 哪儿来的消息啊 确凿吗 这种事情哪有什么确凿啊 但是 无风不起浪 老大 他是不是和你吵了一架 有人听见 吵完架之后 他给方静打了电话 还说了很多 对你的不满 他对我是有点意见 不过去二部 我跟林萧萧为伍 不至于 现在的小孩 一言不和炒老板 那也是长事啊 不用为我担心了 我是谁啊 那是 霸道女总裁 截指任勇往直前 来来来 喝一口来 来 来来来 喝一口来 兄弟啊 现在的零售业 是越来越不好做了 我们需要抱檀取暖才对啊 大哥 你这话在哪儿 放心 但凡能用得上我的地方 你尽管开口 这今天啊 我是帮小方约你的 她有事找你 图总 大家都是老朋友了 我呢 就直说了 我们SW跟龙发合作多年 可是明年的代理合同 您到现在都不肯签字 您是老代理了 理解一下公司的难处呗 一步不是林锐才负责吗 您可是SW大客户 我们公司特别地重视 我呢 就岳祖代庞 替林锐啊求个情 听听听 人家疯说这话 大气啊 我喜欢 什么都不用说了啊 飞哥是我大哥 他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 他朋友的事 那不就是我的事吗 飞哥 是这意思 涂总竟然发话了 晓鱼 以后啊合同的事 就直接找涂总 涂总 谢谢您啊 是这样的 之前我先合同 都是找您助手去谈 那从今天开始 我就可以直接找您谈了 我敬你 我干了 先别急 先别急 那个冯总 这样 你说你亲口跟我说这事吧 按理说我是真该关照 但是你说合同这事吧 你们林总的要求吧 他要难度啊 兄弟啊 你这刚才也答应好好的 这转眼间就变了 你这记忆也太扎了吧 大哥 大哥大哥我不是那 成成成我都听您的 这样啊 张经理啊 你就把这杯酒干了 这合同的事 你们怎么写啊 我就怎么签了 小鱼啊 还年轻 涂总你可别欺负他啊 方总 放心吧我没事 我酒量好着呢 涂总那这样 我干三杯 这我拿好意思 喝一杯 第二杯就别到了啊 没事没事没事 你看 瞧瞧你瞧瞧 就别喝第三杯了 三杯 票 就这酒量我喜欢啊 行了 什么都不说了啊 今天咱是朋友局 咱不谈共事好不好 那个我在上海吧 那个 这两天办点急事 那时间有点紧 那我想想那个下周 下转 下周二你来温州找我 那个合同的事当面谈 可以吧 那太好了 谢谢杜总 谢谢飞总 来 来 小鱼 那么巧啊 怎么喝成这样啊 不用你管 我就是好奇 谁这么大的面子 把你灌成这样 当然是 重要 客户 那么在你的名单里面 人态百货 不算是大的客户 算 当然算 那我约了那么多次 你一次也不肯陪我喝 你跟他们 不一样 你又帅又有钱 你就喝拉背骨宝 他们这些人 他们就喝白酒 他们就喝白酒 我 你又不要 可是你怎么想要 你怎么想要 喜欢喝白酒 插播一条新闻啊 二十分钟前 景门街道水管倒裂 街道济水超过四十五里 多辆轿车在备克水中 使用途径经济街道的车廊 赶紧 怎么样了 快通了 这丈量天下卫星群啊 还真挺靠谱 张量天下 是啊 就一群玩越野的发烧友 车子都是越野 去年特大暴雨你还记得不 好多地方都被淹了 就他们这群人 开着车满城汤水救援拉车 这一下就出名了 只要加了他们的这个群啊 我们的这种事 韩医生他们就过来帮忙了 免费的 全免费 看来这有钱人家的孩子 也不是都那么糟糕 是吧 赶紧上车 通了通了通了差不多了 走走走上车吧 走 还说你技术好 会长行不行啊 废话了赶紧跟修车学车去 行我来啊 去查一下去 修车去 快别管我啊 这么巧 那个 帮个忙啊 我那车进水顺去修了 我先赶上回家 搭个顺风车呗 别误会啊 嗯 不误会 定的规矩照旧 好的 丈量天下还是会长 你 那你那越野车 我怎么从来没见你开过啊 那一开始呢 是因为那个车实在是太硬了 我觉得用来接送你啊 有点不太严肃 现在理由非常简单 没钱了 加不起油 不光是加不起油 房租也快不行了吧 你怎么 张笑语 小弟弟 回家吧 别硬撑了 并没有机会 我不这么觉得 我觉得天下间所有的机会啊 都是靠硬撑撑出来的 就像现在呢 我想试试看自己 到底凭自己的本事呢 多久能够把房租交上 把那个烧油的车给开上 还有呢 把那套房子买下来 找到我自己想要的人生 想要的工作 想要的女人 好了 可以了 你不最爱咖啡配德福吗 昨天楼下买的 还是你最爱我 你走开 来 想好了 真要跟方景 张小语脑子是不是短路了 方景最重重的是 林萧萧和孙娜娜 你去了能用你好日子吗 方景到底给了你什么好处 她是在利用你打击林瑞 你这么聪明 难道你不明白吗 方景为了林萧萧 把以前的助理名声暗将 你看她现在混得有多惨 要资源没资源 要业绩也没业绩 下一步就是清退 小语 你现在回头还来得及 你看 来 过来 过来 你看看外面那些楼 像不像是钢筋水泥 住旧的丛林 打单赢单 就是这片丛林的生存规则 冬冬 我知道你是在担心我 放心吧 没事 我会照顾好我自己 你变了 那你为什么不问问 是谁让我别人现在这样的 好 今天吃什么 我们去吃吃茶餐厅 我正想吃好友简栏呢 董小姐 新竹的好友简栏最好吃的对吧 我要吃日料 到底是什么 你俩没有商量好啊 很简单啊 二选一 要么吃日料 要么吃好友简栏 没有中间路可选的 你们俩歪了 到底去哪一边 鱼儿 抱歉啊 你们俩干什么呢 没什么幸福不活 好 换一个能让我相信的理由 他要去二部 不可能 他不是林总的铁粉吗 那是因为那时候林总郑德士 小鱼 不是你说的那样的人 我相信半斗试飞的人吗 聊天实话吗 你开玩笑的啊 讨厌 妈 妈 妈 婆婆说个梦了 快起来吧 姑娘有人给我打架 快起快起 太阳都晒了 晒到屁股了 你快关上 太亮了 我跟你讲啊 你小姨一家明天要去日本旅行 今天要来家里做饭 快起来陪我去买菜 我好不容易请个假 就是想多睡会儿 出去吃饭多方便啊 干吗要在家这儿的 你小姨父没来过上海的家呀 在家里吃饭亲热 就我爸跟我小姨父啊 他们俩见面就恰 在哪儿吃饭不一样亲热 你别给我啰嗦 快点 给你男朋友打电话 让他也来 我跟你讲 人家倩倩比你还小一岁呢 这次他们全家去日本旅行的费用啊 都是他未婚夫请的 你不能给我掉链子啊 这事也要比 老妈你想去日本旅游 我跟你出钱 不是钱的事 我跟你讲 你爸爸妈妈分斗一辈子 虽然不是巨富 钱是有的 宝贝女儿 我跟你讲 你找男朋友 有没有钱不重要 有没有事业也不重要 帅不帅的就更不重要 最关键的是人得靠谱得善良 重点是对你好 昨天你不是这么说的 你说至少不能让我养 今天说的是本质 本质 我懂了 就是找个矮挫穹 矮挫穹 你看得上吗 嗯 所以啊 你的眼光不好 妈妈来替你扒多啊 别到时候再碰上 第二个吴东江 一等又是好几年 真的再这样的话 我们耽误不起的 吴东江是我不要他了 都一样 快点给他打电话 让他来 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那么闲呀 忙死了 出差去 出差 他去哪儿了 你让他回来 机票钱我付 他真的出差了我不知道 你要是不给他打 你后天也别想出差 快起来 对我 完了 喂 有空吗有空吗 救个急 张晓芸你行不行了 不是帮忙就是救急没空 你这人能不能好好说话呀 我找你是看得起你 看得起我啊 拜拜 别夸电话 我是真有事啊 我在外地忙的 忙成狗了 去 你真出差了 那行吧 我自己想辙 有现实的 也不问我在哪儿 那怎么办呀 那叫姐去租一个 太难看了 喂 温总 找我什么事 这电话接通后 你说的第一句话 不应该是 谢谢吗 那个事啊 谢谢你那天晚上送我回来啊 妈 你干吗 哎 晓芸男朋友是吧 不是 我是晓芸的妈妈 伯伯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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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班过来啊 明天 什么 晓芸没告诉你啊 没有 晓芸 晓芸 她晓芸一家人要来 好的 没问题 那到时候等你来啊 待会儿见 妈 你这干嘛呀 你自己不好意思开口 我帮你约还不行啊 真是 好 我去买菜了 谢谢 你好 就是 刚刚 我没误会 不就是见你小姨一家人吗 不就是你表妹要嫁人了 但是你没有男朋友 按理说呢 你才二十二岁 你妈是着急了点 不过呢 居安思维 你妈也算是有远见 不啰嗦了 这个妈 我帮 不用你帮 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呢 就想告诉你 不用来 不就是男朋友吗 我自己上网做一个 简单 张晓芸 做事情呢 要考虑后果 网络上的人靠谱吗 要是真年上你甩得掉吗 毕竟我们也是朋友 然后刚好今天 我的囚友临时出差了 我闲着也是闲着 还不如去你家吃顿饭 随便帮你 也你的出租男友 你有那个钱付我也行 那先说好 就是金钱关系 你出人我出钱 没有别的瓜哥 行 但是我的价格也不能太低啊 我一个小时起码得要 我看晚上报价了 一个小时五百 张晓芸 我温泽 一个小时只值五百块钱 市场经济 讲的是公平 行行行 你说了算 来 老汪 不好意思啊 我临时有点事 今天没法打球了 我们改天约 张晓芸 他小姨一家人的资料 我马上要 年龄 职业 爱好 好 酒 茶叶 给你爸和小姨父 五线喇叭给你妈 还跳拉丁舞的吗 包装品和皮带 给你表妹和表妹夫 调查得够仔细的吗 职业习惯 我看风头的第一步是什么 说 做好试调 好 信息有误 错了一条 怎么可能 我妈不跳拉丁 不可能 人家练的是空中瑜伽 差不多 差不多 不行 我现在把款付给你了 让我心里踏实 嗯 微信转账 行吗 行 那礼物就算你三千 那我的出场费 两千五吧 礼物三千我就认了 那两千五怎么来的 现在出五十二点 一会儿吃完午饭 最多三点 算我怎么就两千五了呢 利息 果然是做风头的 利益最大花 行吧 沉调沉调 转过去了 好 你要记住你的人设 放心 不就是穿越到八年前 真实版的自己吗 找不了 别忘了啊 这边 我提议 为我们今天的两位 青年才俊走一个 来来来来 走一个 好 记住 小陈 你在金融公司上班 证券分析师 年薪百万的 想炒什么股票 问他 准转 年轻有为 你们家倩倩真有福气 哪有小鱼有福气啊 小鱼男朋友啊 是开公司的 对了小温 你开的什么公司啊 互联网公司 互联网公司 很赚钱吧 有什么赚钱的 现在人人创业不稀奇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你们公司几个人哪 叫他自己 三个 不过不着急啊 不着急慢慢来 我跟你说别人该词 就是从零开始的 你们公司赚钱吗 创业阶段 维持维持 好 女哥 做 FREITAS COCO 做的椰子鸡 特别好吃 排毒养颜 小陈吃 跟她UNA 玩一剪 好 收得好 摇 does 你正好帮我看看 好啊 我选的这几只股怎么样 别别别 你炒股啊 不是 你会看K线图吗 我说妹夫 你怎么老看不起我呢 我跟你说 炒股没那么复杂 我几个朋友说了 他们都炒了好几年了 炒股看什么 首先要看这个 判断公司的价值 其次呢 要掌握内部的消息 你说的什么开线图啊 那是纸上谈兵 不可靠 得了吧 我说 炒股靠什么 靠这个 脑子 小赵 给他说说 炒股啊 门槛低 操作难度大 你不能得有 大量的资金 人脉 你还要理解社会 行业 公司的运转规律 最重要的是 你要有强大的心理素质 最重要的 我选了几个在谷底的票 正好炒底 又来了你 还谷底谷底 我跟你说 这散货啊 栽就栽在这谷底上 你认为是谷底了 我跟你说 下边还有十八层地域呢 这炒股不是什么人都能炒的 这 这姐夫脑花这么灵的人 做什么都能成的 你别瞎操心 小姨子说得对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呢 别别别 我就不信了 我做了一辈子生意了 超股比做生意还难吗 你不爱吃豆腐吗 多吃豆腐 伯父 能够借我看一下 你选的那几只股票吗 可以啊 那 在这儿 伯父的确好眼光啊 这几家公司都是国家扶持的行业 新能源 高科技 影视 物流 尤其是 尤其是这一只 看这趋势呢 应该 应该很快就仗停 这只股票徘徊两个多月了 如果没有重大利好 怎么可能仗停 没什么可不可能的 反正 一会儿看看吧 不对啊 你不是做智商的吗 也懂超股 略知一二 老张 你别听他瞎说 别动了 他瞎猜的 别动别动 干吗 你跟节目别扎着眼镜了啊 这狗粮洒的 我的脸上也有点睫毛吗 你是这样报答我的 不是 你瞎点气的 姐姐 这菜 这 干什么你 怎么了 怎么了 涨停了 怎么啦 涨 涨停了 你自己看哪 这 真涨停了 刚爆出消息 这家公司呢 刚得到两千万美金的 战略投资 是 是 小文 你真行啊 你真行 这下我的金融投资摊子 可有专家了 碰巧而已 其实伯父刚才说的呢 就是股神巴菲特的 价值投资理论 买股票呢 关键就是看趋势和逻辑 是为了炒股技巧呢 只是一些技术沉迷而已 说得好 我就说嘛 我们家小鱼 不会看错人的 小文 啥也别说 伯父 敬你一个 谢伯父 一起吧 好好好 来来来 来来 一起 一起 敬巴菲特 祝你们去日本旅行愉快 谢谢啊 谢谢 你怎么知道那只股票会涨成的 你怎么知道那只股票会涨成的 巧合 刚好那家公司我朋友有头 我爸那个人本来就不适合炒股 你说就是把他往坑里带 这就好了 我爸肯定以为自己天赋一饼 今天这场家业呢 你妈绑着你带男朋友来 争的不就是面子吗 这样我来了 我就必须要发挥到效果 要不是你刚才 要不是你刚才把我的公司说得这么露 今天就真的是完胜了 你这人真是 不把自己当外人 我要是不把你公司说露点 那你和我以后怎么分手 要是 你同意和我交往 我敢保证 你一定舍不得分手 说好了 说好了 今天就是串场 你和我是单纯的金钱关系 快走吧 我回去了 跟你爸说 和你爸合伙 做股票的那几个人不靠谱 而且你爸的个性 也不适合干这一行 我爸那个人 谁说都没用 最多让我妈多唠叨一下吧 小草宜青 但至少别投太多 谢谢你 文哲 其实今天的事 挺为难你的 上次你说 你宁可选择蛋丁 因为他愿意为了朋友去做他不愿意做的事情 为了你 我也可以 而且这事 我特别愿意做 我那就是开玩笑说的话 这么长时间了 你还记得 我会记一辈子的 反正 你又欠我一笔啊 慢慢还 走了啊 那一刻 我突然发现 温哲其实也没那么讨厌 我不要都不讨厌 这温哲真的就比小漁大一岁半啊 小漁是这么说的呀 那长得可够着急的啊 看着老十岁 现在啊 就流行大书范 那个叫成熟 我看啊 他太狡猾了 不实在 你别看他话不多 三言两语啊 把你的家调都套出来了 你不是喜欢聪明的吗 聪明不等于狡猾 真是的 而且你说他一个IT男 还炒股 总之一句话 不满意 那你说怎么办 你跟小于说 别让他发展太快了 让他多观察 我倒觉得这小伙子不错 条件挺好 你挑啥呢 真以为自己女儿人见人爱啊 你听不懂我的意思啊 我又没让他跟他马上断 我只是让你提醒他 多观察观察 别又遇到第二个无头角 张小于抓了个男人去做秀 我也便立着同样的问题 今晚的SW新品发布晚宴 方静会带着老公出席 而我 一直认为会晚着王毅 完成这一场首秀 此刻才想起 王毅 王毅 已经被我pass掉了 好 谁啊 还是我 那个 我想请你帮点忙 你能开开门吗 天上除了掉馅饼 还会掉男人吗 这个君小辈 在一个最难对他说不得的时间 来敲门 到底是他运气太好 还是我跟他冥冥中 真的很巧 小小你今天好美啊 你看我发现了 小小你真的太适合穿粉色了 你就是SW最美的公主 对啊 现在的公主 未来的女王 太好看了 苏菲 你到底知不知道什么合适 你什么不合适 你啊 他听懂的 这会儿今天还限两款啊 反正我觉得不太合适 你 我去看多年人 走 就先吧 不 是怎么办 还不在意吗 他也太有心了 你就先吧 你怎么吃啊 太累了吧 我的天啊 太烂了 林总 我爱你 嗨 哈喽 带着我同事 加斯汀 走吧 兵力 要帮什么忙 这样 我那边呢 刚搬过来 然后厨房重新弄过了 没信 我不是管你借厨房 我是说我那厨房 弄得实在是太好了 我觉得不用可惜 所以你看要不然这样 因为我手头呢 可能最近比较紧一点 对吧 你吃早饭也不规律 我干脆以后呢 就弄两份 咱们A 对吧 这样我也省钱 你也不将就 你觉得呢 你挑衣服呢 要去参加晚宴啊 要不然这样我开我便利送你 我七点半要到 你现在借车来得及吗 你只要相信我 就没有我办不到的 我亲爱的孟同学 你怎么才到呀 感谢 我很分担心啊 爱你爱你爱你 像个骗子一样 在会场两个街区之外 临时换了辆冲场面的车 不是太想赢房近了吗 管他的呢 既然都拿他来冒充男朋友了 还有什么事不能跟着他胡闹呢 他们才能吃饭 对我来吃饭 还有我来吃饭 我来吃饭 阿尔 咱们都拿来吃饭 所以我们都拿来吃饭 你吃饭 好 我来吃饭 我来吃饭